这是一台重度污染抵近侦测机器人 它采用有线无线两种遥控方式进行远程遥控 可替代人员抵近重度污染区进行侦测作业 这台车主要用于无软区 进行喷洒水温和压制汽油剂 吸附沉浆其最大喷洒高度110米 最远喷洒距离70米 最大优点为对高空中粉尘颗粒进行立体风控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